跨境巴士和德士服务开通的首四天 通过这项服务来往新柔场地的旅客人次达到了9万7000左右 另外外国车辆入境准证的申请时长 也从先前的三个星期大幅度缩短到了五个工作日 政府目前已经处理了大约16万份外国车辆入境准证的申请 外国车辆入境准证的申请量自4月中旬开始有所减少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这大幅缩短了审批程序所需的时间 目前收到的16万5000份申请当中 有97%比原定时间更早完成了审批程序 当局会继续在民众提交申请时通知有关的预期处理时间 此外当局也延长了工作准证持有者 在本地使用外国注册车辆的期限多两个月直到6月30号 但是从7月开始 他们将不再能够在本地继续使用外国注册车辆 谢谢大家